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微信行销案例12 当看电视可以用 也就是说看电视节目的时候 可以用扫描付费的时候的来临 我们现在讲这个东西 现在因为微信的应用方式的时候非常方便 所以当你的手机变成空调开关 这是非常简单的 重点就是说你在回到家之前 你可能就可以把空调打开 让你刚进去的时候就很舒服 既然手机可以当作空调开关 那手机可不可以也变成电视遥控器 既然手机可以变成电视遥控器 它当然就可以做门控锁 但是我个人觉得门控器还是用手指头比较方便 因为基本上的话你想想看 多数人可能都还会有安全感 想到你的手机给人家偷走之后 可能还可以帮你开门 让你吓死了 所以说当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或者我们今天讲早期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就要付月费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可是如果当你在看电视之前 它电视就出现一个扫描码 然后你可以用手机去扫描付费 而且一步看10块钱的时候 我想你就会很容易的加入这样的阵营 意思就是说可能有的厂商有提供 有的厂商没有提供 或者有的厂商有提供一些特价时段 那扫描付费加物联网的实现 事实上就可以带来生活上很大便利 那这个东西既然可以用在扫描电视付费 那有没有可能用在所谓的购物台的广告呢 这个是有非常多的可应用空间的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毅 我是玩笑力的共同作者 谢谢